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物周围整体进行体谅 这时使用了大号的硬混色笔刷 然后开始细节的刻画 主要是舞台中心的人物部分 光的边缘非常硬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觉得整体体样的色调太过偏红 进行了调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调整瘦光面的形状 光与影的交替刻画 有时差别具体到发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因为最初并没有打算画真正的翅膀 只是想画出翅膀样子的线条 所以它看起来像是翅膀 其实并不是翅膀 所以在这种舞台光的设定下 只能把它设定成类似于薄片的厚度 对光的边缘用橡皮擦进行修整 使用Procreate的绘画辅助功能的透视选项画出光束 我觉得这个绘画辅助功能 是一个很棒的取巧工具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金正姬一样扎实的绘画功底 不是吗 然后利用参考功能 拓动颜色到新的涂层中 调整混合模式 选取一个您喜欢的效果就可以了 如果光感不够的话 还可以复制涂层进行增强 最后我选择了不是很明显的光束效果 要注意细节方面光的刻画 这通常会被忽略掉 不见面显的光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觉得投影也非常重要 投影通常会传达出距离感和方向性的信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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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阴影最深区域的描绘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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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庆幸现稿节段加入了宝石这个元素 因为当我完成了宝石的绘制之后 才发现宝石简直是神来之笔 如果缺少了宝石的点缀 这张画会看起来无趣很多 虽然之前画过宝石 但是仅限于手绘 所以第一块宝石的绘制 更多是一边画一边尝试着进行调整 我把宝石的绘制留到最后 也是因为不是太有信心可以画好 想着最差的结果 无非是加个高光 阴影和反光糊弄一下 就可以了的心态 开始了宝石的上色 我可以告诉你我思考的过程 但是无法保证这是正确的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就把它当成参考的信息 你不需要完全相信我 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我首先找出光的入射面和出射面 我们都知道光从一种介质进入 另一种介质会发生折射 而应用在宝石上 就是从空气进入到玻璃制的物体 再从玻璃制的物体中 折射到空气中的这个过程 而一束白光 是由不同波长的带有颜色的光 汇合而成的 不同颜色的光 由于波长的不同折射之后 会发生色散 有没有想到彩虹的形成原因呢 或者是三菱镜的色散现象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思路 只考虑一束光的目镜的话 只需要画出入射点 以及出射点就可以了 这两个区域应该是 整块宝石中最亮的两块区域 由于光在宝石中 会被某些物质吸收 以及转换成热量损耗的小部分的影响 出射光的能量会越少于 入射光的能量 反映到画面上就是入射区域 会比出射区域要亮一些 像施华洛士奇这种品牌 就是靠着出色的切割技术 打造出漂亮色散的水晶成品 考虑到宝石对光非常敏感 给它加上了死白的高光 由于宝石内部有一些杂质 它的内部并不均匀 所以宝石整体会呈现出 深浅不一的颜色 如果您会有任何词 用螺边笔刷画出折射光的影响 这里我故意夸大了折射光的效果 因为这是绘画 你并不需要完全按照现实世界 以及理论上是否成立来画 夸大你想夸大的部分 弱化你想减弱的部分 呈现给读者你希望呈现的样子 这也是绘画美妙的地方 就像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 苏亚雷斯在禁区线上 用手挡出了加纳的毕竞球 为乌拉归赢得了出现的机会 有些错误也会特别美妙 位于光束外侧的宝石 由于只有很少量的光会到达这里 会比光束直接照射到的宝石要按很多 受光的影响会更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光束外圈的宝石 我只表现出它的透明感和微弱的高光 当然在现实中它会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明度也不会这么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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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